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 今天我们要把那个上面的那个房间 调个顶 然后就是准备那个分房 为后面的工作 做准备了 行,我们就把那个东西给它拿上去 这个是卫生间的 这个是卫生间的 不要搞不太热 走 前面的时间 夏天晚上太热了 必须给它调个点 上面上,前面上,后面上 给它调个点子 好看一点 你能看 是不是有事故 还有,还有事故会出现 卫生间点子要重新掉 地板要重新铺 这个板就是掉顶的 样子 它图片上面看的蛮漂亮的 到时候我们装上去看一个小骨 顶,已经掉好了 现在将一块板上去 固定好位置 全部装板了 要不了多长时间也可以掉 装的差不多了 这个是大灯 对,一个灯是吗 这个是大灯 还有小灯呢 还有两个小灯 太练的话你可以不开主灯 拍副灯 这样子 这样子 比较好看 这个挺好满自我选的 我感觉这个颜色比较好看 我爸我妈他们也喜欢这个颜色 现在在装着 卫生间 卫生间的顶别掉好了 哦,还有灯没按好哈 嗯,差不多颜色 估计再够 可能有个一两天嘛 就差不多了 厨房跟着连接管 他们在城牢的厨房 慢点哦 这个顶别有点高 感觉这个颜色怎么样 这个提花板 还有一个像那个 霸里斯一样的那个纹路 然后有两条 黑色的过去 就感觉 紧约霸气一点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这还是那个卫生间的地板 可能要等几天了 那个他说地板穿没货了 没有从其他地方发挥 本来这个地方 我当时不想不打算掉了 但是我爸说他说 这个地方啊到夏天非常热 因为早上又晒那一面 晚中午又晒上面 晚上又晒那一面 基本上也做不了 所以能弄到这个空调 那时候掉个底 他们住的舒服一点 好我们就收队了 再跟师傅去吃饭 后期我们在跟大家分享 他弄好的样子 还是值得推荐 这个师傅是我们的本地的 也可以 所以那时候我说的这个 他装了一段小灯 我叫他改 他已经细成的全部翻起来 又改一下 他是值得理解 好我们在本期视频面翻到这里 拜拜